投資人的心臟真的要很大顆 兩個月前大家還在這個熔斷的夢魘當中 現在又回到這個萬一行情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一有沒有可以穩穩賺的必勝招 投資人真的是被嚇到了 不要讓大家再賠錢了 怎麼樣可以穩穩賺 一人交一招 鄭賢 慶怡每次來給我一個很大的任務 就叫我挑便宜的股票 而且要穩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挑的股票都好貴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講 五檔ICC轉機股 我要打給慶怡說 還好那五檔每一個禮拜一都漲8% 今天也要講一個便宜的股票 對 正在心裡講 不但要便宜 什麼叫便宜 我買的比老闆還便宜 就叫便宜 我們現在都知道 6月7號今天要幹嘛 要解封了 然後大家拿到錢了 要消費了 出去玩 對 出去玩 可是老實說 很多飯店股都已經漲到 好像沒出事一樣了 很多飯店股 我們還沒去玩 它就漲成這樣了 在雄施旅行社我常常講 老闆自己都要自己剪頭髮了 竟然股價已經回到沒有出事的高點了 台灣是不是充滿溫情的報導 你看這個燦興旅 這燦興旅這像是什麼可以剪的 每天漲停 可是我看到我覺得很危險 為什麼每天漲停 很簡單 這不代表是它被人家入主了 它被一個遊艇大亨給入主了 可是有這麼好嗎 可以長成這樣 遊艇大亭 入主了就是一個全新不同的公司了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公司 叫南仁湖 南仁湖做什麼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解封了 大家每天都會告訴公路PP船 到處走 你在幹嘛 休息站 南仁湖在做休息站 第二 全台灣最貴的飯店在哪裡 你以為是睡地鋪啊 像我帶我女兒 睡這個小肯 睡這個 海神館的 就是睡地鋪 那一個晚上一萬塊 然後看海豚 你們都是高集團 最貴的就是睡地鋪 就是南仁湖 BOT的 然後在那小肯丁度假村 大家都知道 你 連我們防疫F4第一站就去肯丁了 所以他跟肯定南仁湖相關 那可是說 那特別在哪裡 特別在 你買的比董事長還便宜 你說這個必勝招叫新團隊入主 你買的比 而且你買的要比董事長便宜 董事長買在哪裡 這個董事長 你現在拿12.2 新董事長入主的價格是13.1 你買的比董事長還便宜 第二是要有想像空間 這董事長的巴鬼有多大 他叫中家村 他之前已經入主兩家公司 一個叫北基加油站 然後另外一個是紡織公司 它是南部的什麼 南霸天都根王 專門在都根 然後他都根拿到小肯丁的土地 立刻把土地買下來 然後他還有什麼 台南客運 高雄客運 是不是這些東西都是跟這些 休閒行業息息相關 那你覺得 南仁湖還是個每年賺錢的公司 如果他 剛才聽你說要穩定 他還是個每年賺錢的 剛才台灣很多旅遊股都沒有賺錢 都三四十塊了 南仁湖還是個年年賺錢的公司 我剛才也說過 小肯丁 陸家村 海生館都很熟的 我認為你買的都比老闆還便宜 這種觀光股 這種解禁概念股 大家是不是可以注意到便宜的公司 你這算是比較低價位的 對 低價位的 再下來業績要好 那十一住行都已經很多 很多了 透過時間來的關係來講 我只跟大家講 比較穩定的公司 因為其實要穩定要便宜 這個山商 不要想山商百貨 當年我們看山商棒球隊的 那個山商已經消失了 山商百貨已經消失了 但山商的架構沒有消失 我們還在吃山商巧服 最近 領導被合併了以後 不要忘了還有美聯社 他在新貴他也叫山商加購 他已經轉型成一個扣股公司了 他最大來源在買山商人壽 那山商人壽的獲利決定 你看去年山商賺得不錯 4.48 4.48 請你到達股價多少 多少 20 他股價20 然後 那今年明年好不好 今年來看的話 山商人壽才剛公佈獲利 跟剛開完法說 認為可以很平穩 那很平穩的結果 受賢這幾年會比較緊張嗎 受賢來看的話 所以我說他不能跟去年賺一樣多 去年四年賺有點多 一定還是賺兩塊錢 然後再加上還有山商加購 這種的消費的一個實力 然後很難得你會找到 股價淨值比低的百貨股 因為百貨股的股價淨值比都比較高 因為股價淨值比這麼低的 然後再來 請你要穩定 真的穩的給你 叫聯強跟全國電 因為大家拿到消費券 很容易除了出去玩以外 很容易買什麼 電子產品 NB PAT 就拿三千塊去抵 而且我相信這兩家 一定會有相關的促銷活動出來 那這兩家公佈 所以這是三倍券概念股的意思 那這兩家公佈好在哪 他是每年都在賺四塊 每年都賠出去給你 如果你自己覺得 哎呀不行啦我不要這種暴衝的 這個股價真的非常的平穩 每年都在突襲 所以可以當電子通路 定存股的意思 然後另外這個叫三星通路 這不太一樣 聯強是電子通路 全國電子是三星通路 大家都知道 沒有要打廣告 就甘心了那一家 就是這一家其實跟燦坤 目前已經出現了兩個 截然不同的競爭實力 他的獲利是節節的高升 燦坤的實力就比較差了一點 那在強者很強的做很多 我認為通路 所謂通路為王的時代 通路我們就選最強的 獲利能力最好的 最平穩的 這兩家公司 就每年都賠三塊多 三塊多給你 那同志朋友也可以注意到 之前在馬總統發消費券的時候 這兩家公司 也有不錯的漲幅 會不會如法炮製 同志可以注意這兩張穩的 然後跟這兩張低的 這張股票來講 對同志人來說相對的安全 OK 好 今天是穩穩賺的股票 讓大家來參考 另外來衛亮帶大家來看 你的這一招是什麼 萬一的必勝招 今天這個題目比較艱難一點點 其實指數來到萬一以上 大家最怕就是被套牢 最高的風險 所以其實 不小心什麼新聞出來 又都被嚇壞了 對 但沒關係 我們怎麼樣去快速的 找到賺錢的方式 又能夠比較安心 其實我有兩句話 就是說選股買主流 因為主流股能夠讓你賺錢的效率提高 再來就是這一句話 剛剛一閃好像以為在罵人 操作靠右走 什麼意思呢 其一檔股票 20塊跌下來跌到10塊可不買 不要亂買 因為有可能你是接到下跌的刀子 但是跌到10塊之後 它整理盤整了一段時間 10到12塊盤整之後 這時候你可以觀察 當它漲到15塊可不可以買 這時候反而可以買了 也就是說向右走的概念就是說 左邊如果這個叫做下跌的趨勢 那你要避開 因為可能是走空頭的股票 但是經過了底型完成 確認突破頸線之後 這個來到右邊的股票 可能行情正要開始 所以回到上個階段 我是不是講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找 右下角的股票 然後期待它變成將來是右上角 所以這種呢 右邊的股票就是操作靠右走 所以以目前來看呢 盤面當中 因為在三月份一個頸災買 整理完確立要突破的再買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用股災 當成一個起點 或者說所謂技術的頸線來看 那如果說回到了這個股災 之前的一個位階來看的話 有可能整理過 它是另一波爆發的開始 那我們往下看到 這個1309台達的話 舉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塑化股呢 是不是也跟油價高度聯動 但是有很多塑化股呢 也慢慢都擺脫了過去呢 可能三四月份呢 最低迷的狀況 這個就是有點準備呢 結束了左邊 然後完成底型之後 向右走 那以台達化來說 其實它算是二線叫做小塑化股 小塑化股呢在景氣循環 如果向上的時候 比較有爆發力 因為它的市值只有五十億 那台塑四寶呢 動輒都是五千億起跳 市值是它的一百倍大 所以當然呢 台塑四寶可以投資 可是如果你要呢 賺錢拚效率的話 其實二線的小塑化比較有機會 但是塑化股超出重點只有兩個 很簡單 第一個呢 就是看產品報價 那目前呢 因為主要是ABS 連續五週報價都是上揚了 所以的確呢 行情是復甦是確立的 第二個呢 塑化股的重點就看平價 那一般來說 會用股價淨值比來看 那麼抓它的歷史區間 大概是0.8倍到1.4倍 目前大概在1.1倍上下 所以大概位於歷史的區間中下緣 那配合籌碼來看 大富的持股是穩定連續的增加 那主力的佈局來看 最近也有點加溫的跡象 那或許呢 如果量縮拉回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另外還有這一檔 這個是季節概念股嗎 如果說現在天氣熱 大家會想到什麼 吃並喝飲料 其實最方便的就是你家 什麼叫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 那統計第一年來呢 其實全家它的營收高峰 大概很固定就是落在7月到8月 所以現在6月來卡位 應該也是一個機會 那目前來看 它的800張以上的大戶持股比例 高達93.39% 是創下歷史新高 不過這議題兩面 籌碼非常安定 但是呢 當然它在外流通籌碼少 成交量會小 所以這樣個股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觀察 比較適合呢 就喜歡呢 做長波段穩健操作 那千萬不要呢 盲目去做追高 如果這一旦爆量 反而就會比較危險 OK 好 謝謝薇良 我們今天很多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希望大家這個追谷趴 追得很開心 但是追得要更放心 下個禮拜 財經週日趴再度 就你來開趴囉 拜拜 好